大家好,欢迎出席今天的例行业会,欢迎请台课问。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,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。 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。 历史不可篡改,事实不容否认,是非不能外却。 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,就台湾问题和一中原则做出了郑重承诺。 现在,美方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, 这是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的小动作。 这种在台湾问题上搞政治操弄,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,必将引火烧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